為了釋除商界和中小企對競爭草案的疑慮 香港大學法律系、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辦事處 與社區發展動力培育共同舉辦競爭法研討會 並邀請英國著名競爭法學者Richard Rich教授為這次研討會的主講嘉賓 希望透過學者的論述和各個持份者的互動討論 減少商界人士對法案的疑慮 最終讓法案得以順理通過 好 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今天大家又見到我 我是胡柏倫 記得之前沒多久 其實都很久了 跟大家講過一件事就是關於內地住香港的一些機構 一些事務 我相信大家記得三大部門 第一個就是國務院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辦公室 即是我們中聯辦 另外一個就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 以及駐港解放軍 有些人問 除了這三個部門之外 香港會不會有駐外地的一些機構 以香港政府的名義去在外地的呢 其實是有的 有些甚麼機構是用香港的名義在外地 代表我們香港人 不知道它能否代表到 因為現在政府都不是民選的 不過有些甚麼機構代表香港人在外地 或者在內地的呢 其實香港最主要我們有兩個政府 是用政府名義去駐外地的辦公室 可能有人聽過駐京辦 駐月辦 或者駐湖辦 京大家都知道 京就是北京 越就是廣東 湖就是上海 有三個駐X辦 那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內地的辦公室 有甚麼作用呢 基本上是如果香港人遇到意外 或者有些需要特區政府幫忙 有些緊急需要 或者是不見了身份證 不見了回鄉證 不見了身份證等等的東西 正常的渠道就是找分這些機構去處理的 它的角色等於甚麼呢 就等於外國在本港的領事館 香港沒有大使館 香港不是主權國家 就等於領事館 香港人在內地的 沒有理由找內地政府幫忙 所以我們就有些所謂的駐X辦 駐京辦 當然你去到廣東 例如你去廣州 潘瑜 中山這些就說找駐月辦 你去北京就找北京 但如果你說 例如 我在新疆 在西藏 那怎麼辦呢 沒有的 原來香港政府在中國那麼多的省 包括澳門都有一個辦公室 但他就是可能一個人兩個人是負責的 長期在當地 但就不是有一個標準的辦公室 有職系人員在這裏做事的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架構 作用就是 最主要就是負責港人求助 那他遞屬什麼部門的呢 原來每一個駐X辦 例如駐月辦 我用駐月辦來做例子 駐月辦有兩個入境處的人員 另外有三個人是屬於 內地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局方人員 另外有一個人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六個人組成一個駐月辦 負責可能入境事宜 有時可能有些內地經商的人士 對於內地法律有意見或者有問題 希望特區政府幫忙的時候 都可以找分他 那除了你剛才所說的駐月辦 駐經辦、駐戶辦之外 原來香港政府在外地及內地 還有另外一種辦公室 那種叫經濟聯絡辦公室 我們聽過香港駐倫敦經濟聯絡辦公室 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聯絡辦公室 等等 其實總數有14個駐外地的經濟聯絡辦公室 那最主要有些什麼用的呢 那除了外地之外 還有內地的 內地就有7個都是經濟聯絡辦公室 那這堆經濟聯絡辦公室 最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代表了香港政府 可能在跟一些外交主權事宜上面 以外的一些經濟上的事宜 是跟當地的政府 就是做一個緊密的聯繫 或者可能是談一些經濟條約等等 那這個就是香港政府駐了外地 那有些人會問 那究竟這些部門在香港政府的架構裡面 屬於什麼局的呢 那原來很奇怪的 那所有的經濟聯絡辦公室 如果在外地的話 就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那就由這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就負責管理 那如果駐內地的話 即使是一個經濟聯絡辦公室 他都是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理的 那是兩個不同的架構之下 那但是他作為的身份 就代表了香港的特區政府 是跟當地的政府有一個緊密的經濟聯繫 又或者是一些政制上面的聯繫 或者是為市民求助 那假若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沒有我們香港政府所謂的經濟聯絡辦公室 或者駐內地的辦公室 你又遇到關於你的人生的問題 當然不是說你意外 意外找當地議員 那可能你不見了護照 不見了身份證 那等等的情況下 到底我們去找什麼部門求助呢 那如果例如我簡單點說一個例子 我在台灣 那台灣這個例子真的很特別 那如果香港人在台灣遇到問題 那找什麼求助呢 那除了台灣以外 其他地區其他國家 又會找什麼人去求助呢 那先講台灣 那我們大家也聽過 有個叫國台辦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那其實國台辦在台灣就有辦事處的 那當然如果我們在台灣 就是台澎金馬地區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這些特別地區的時候呢 我們就找回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去協助我們 那當然你現在經常說港台關係 就是香港和台灣的關係 就是怎樣緊密 那但是始終 香港都未說有一個法定的辦公室 住在台灣 那始終當然中間還是有一些 那些磨合點需要大家去融合 那所以呢 如果香港人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就去分 找分國台辦 那如果我們在外地 例如去一些比較上沒有那麼多人去的國家 例如瑞典 或者荷蘭 或者智利 巴西等等的地區 這些是沒有我們所謂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駐當地的經濟聯絡辦公室 那如果我們有意外 或者被捕 那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原來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香港來的 香港實際上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麼 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其實大部分 在中國主權承認的國家 都已經設有大使館 那什麼是大使 什麼是領事 有些人會問 啊 大使和領事 我們經常都聽的了 有什麼分別呢 大使館和領事館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不說大家不知道 可能 原來香港一個大使館都沒有的 那為什麼會有大使在香港呢 那為什麼香港只有領事館呢 原來呢 每一個國家 那當你住在外地 例如 美國駐港 就是有一間領事館 但是呢 原來美國在全中國 包括香港 澳門 海南島 新疆 青海 這些所有的省份 地區 都是有領事館的 那大使館在哪裡呢 大使館就是住在當地的首都 好 那當然啦 大部分 大使館都是在北京 或者北京的市交地區 這樣才可以稱之為大使館 大使館和領事館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大使館和領事館就是 大佬和弟弟 就等於行政長官和司長局長 當然啦 領事館都擁有大使館的權力 但是呢 就未必有大使館的所有職能 當然最高級那個當然是放某些權力給弟弟 所以如果香港人在外地遇到意外 好像我們去年一個很悲慘的新聞 就是我們香港人在菲律賓這個國家 是遇到一些意外 我們香港人很正常都是找分 就是住當地的中國大使館 或者有地區的領事館去幫忙 那香港人如是 澳門人亦都如是 那因為始終你香港 不可能每一個地區都設立一個領事館 那派幾個人 香港不能設領事館當然 當然派幾個人在當地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遇到意外 那我們就要找分一些這樣的例子 就是找分我們當地的大使館 或者中國的駐當地的領事館 那有些人會問 究竟為什麼香港可以這麼獨特 一件事是 例如我們參加奧運會 我們叫中國香港 為什麼這麼獨特呢 人家明明其他國家 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參賽團體 為什麼中國香港或者中國澳門 現在我們撇除了中華台北 不說了 為什麼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 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參加的份子呢 原來我們在這個就是受我們基本法所保障的 就是所有如果參加國際組織或者國際的團體 例如奧運會 世衛 聯合國 等等 只要那個地區是承認可以地區參與的話 不一定有主權參與 因為有些國際組織只行主權參與 但如果那個地區承認地區主權參與的時候 香港人或者香港的組織就可以一個名義就是 中國香港這個名義參加這些世界性的組織 我們最常見的是奧運會 雖然我們中國香港到又回歸到現在都只是拿過一年銀牌那麼多 但是中國香港這個就是代表了我們香港人參加奧運會 可能大家也見過了 世衛 當然我們現在的世衛總幹事就是我們的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 但是他不是代表中國香港的 他代表中國中國推薦他的 因為在世界衛生組織裡面 雖然他只是承認主權國家 他是不承認中國香港是其中一個主權國家 但是每當世衛我們有一個叫做世衛團 中國都會在香港澳門等等的地區 可能派一兩個代表可以在當地 連同中國的代表團一次過去到世衛的時候 代表中國 這樣 有些人會問 如果中國和香港的關係這麼緊密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所有香港駐外地或者駐內地的辦公室 都封閉了 我們根本都不需要的 我們有什麼事直接找阿爺 可以OK了 原來有個問題 中國的外交人員 對於香港市民的一些問題 並不可以有直接的主導地位 那就是什麼呢 如果有個香港人在外地不見了一張身份證 不見了特區護照的時候 中國人不見了特區護照 你就去當地的領事館或者大使館補領分 可能需要幾天時間給點錢 但是如果你當地不見了特區護照 或者不見了香港的身份證 香港的身份證是不能駐外地拿的 那就要回到香港才可以拿的 但是如果你不見了護照 又無法入境又無法入境 那怎麼辦呢 你去即使求助中國的大使館 你跟他們說 對不起 我不見了護照 我可不可以補領分 原來駐當地的領事館 是不可以幫你補領分 要怎麼做呢 這個程序很簡單 就是他們要跟香港特區政府聯絡 就要跟香港特區政府聯絡 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的人士為你補法 然後轉交當地的領事館 然後才可以給你一本新的護照 當然這個程序很少會這樣做 通常就是領事館會簽一張 叫做遺失證件的信件給你 通常人們都會回來香港才會補領分 但是如果你真的堅持說 我要拿一本護照 我要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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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程序就是不可少的 因為在外交途徑上面 中國雖然你說是有香港的外交權 有軍權等等 有主權 但是在關乎到一些可能是人生的出入境政策上面 始終這些和中國政府在香港人自治的範圍之內 中國政府很多時間都是無權在這方面插手 當然我們現在常說阿爺透過西環插手 但其實這些只不過是政制上的一些插手 但去分一些實務上政策上的東西 其實中國政府很多時候都是扮演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為了香港人 他只可以幫你聯絡香港政府 幫你去做什麼 如果以中國香港的名義 例如我們參加奧運委員會 奧運委員會 奧林泊委員會 或者其他國際組織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 可能例如聯合國 他有沒有一票的呢 因為聯合國裏面所有主權國家 當然要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 都會有投票權 但是因為中國在這方面浪費了很多唇舌 為香港人在97年之前爭取了很多不同的世界組織 令到香港可以融入了這些組織裏面 但是原來香港即使我們有一個地區的自權 雖然沒有主權 但是很多時候在國際組織上面 只是有發言權 但是沒有投票權 有些人會說 跟基本法好像不一樣 為什麼中國可以代表香港 我們是中國香港 就不是中國 大家承認也好 不承認也好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如果擁有香港身份 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不等於中國公民 即使你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你都不一定拿到特區護照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如果有些時間 中國代表香港在這些方面 為大家投票的時候 大家覺得適不適合呢 中國13億人就可以代表我們香港 700多萬人代表澳門90萬人 不行的 但是這個沒錯 是一個政治的現實 即使在世界上 好像英格蘭 英國 我們英國有例子給大家看的 愛爾蘭是一個獨立自權的地區 威爾斯也是獨立自權的地區 但他們始終都是屬於 大不利典記北愛爾蘭共和聯合王國裡面 所以即使他們參加世界組織 跟香港其實類似 你可能聽世界杯 或者參加奧運的時候 我們會聽到北愛爾蘭 但是他們參加國際性的組織 例如聯合國的時候 都是以英國為首 英國就是一個組織 中國就是一個組織 沒有特別上為了你香港 為了你澳門 特別有任何的一些例子 一些額外的例子 讓大家有多一票去投票 有些人會說 搞錯 有些國家小到 連半個香港島都沒有 有些可能只有二千個常住居民 香港也有六百萬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 在國際上有一個地位 沒有辦法 因為這就是現實 香港就是中國的一份子 所以假若你 真的在外地遇到有甚麼問題 就是要找中國政府幫忙 中國政府都是無可奈何 只可以找分香港 香港為了你去找分中國政府去幫你 但是就不代表中國政府 可以代替了香港政府的地位 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擺法 除了剛才我們說過一些香港駐外地的事務 還有香港人可以怎樣代表香港人 還有甚麼地方 大家可能有聽過 人大有政協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大家可能知道人大是甚麼 人大就是人民代表大會的委員 等於他的職權 人大的職權就等於香港的立法會 其實一樣的 可能國務院的總理 需要宣佈他的施政綱令 要提交財務報告等等 人大香港人每年我們會選三十六個人代代表 不 每五年我們會選一次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的組成 代不代表香港人 我們剛才已經說 可能一些駐內地辦公室 雖然是代表政府 不是代表香港人 人大代表的組成是怎樣的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會知道 人大代表的組成是一個很奇怪 很奇怪 大家聽過特首選舉 有一個叫選舉委員會 有八百人 再之前 早一屆的特首選舉委員會 又有八百人 再早一屆的選舉委員會 又有四百人 但是 原來選人大進去 就是這四百人加八百人再加八百人 當然有些人重複 但是就是四百加八百再加八百 再加多一個人 就是行政長官 那麼多任的行政長官 組成一個團 選舉團 就是選三十六個人大出來 你說他代不代表香港人 你自己說 我也不知道他代不代表到 但是 永遠 就是香港兩個極端主義的人士 都只會有一邊的人 進到人大 政協更奇怪 我們經常聽到 我們前行政長官做了政協的副主席 有些前政協委員 有些前政協的常務委員 那些 那政協又是哪裏來的呢 原來 很多時候 香港人 都不知道政協是哪裏來的 就是最簡單 就是 政治局委任 中國的政治局委任 政協 你覺得你對香港有貢獻 委任你做政協 那有多少人呢 不定的 他喜歡委任 多少人 有我們回歸的時候 回歸的時候有二十一個政協 代表香港的政協 那到現在 今時今刻 二零一一年 有六十幾個政協 政協港區代表 還有些不是港區代表 我們聽過有些政協 是香港人 但可能是澳門代表 我沒有澳門代表 有些可能是散頭代表 有些是福建的代表 不是港區代表 但是去香港人 就是政協 那這個 我們除了這班人之外 就是人大和政協的港區代表 就是進入了我們 就是叫做內地的權力核心裏面 那有些人可能做了人大的常委 雖然你說有一班人大 有一班政協 但是這班人 在香港的角色 就沒有的 你不是說香港的人大 就等於香港的 做了人大就等於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不是的 或者做了政協就是香港的官員 也都不是的 那這班人 委任而已 大陸說你有貢獻 委任你 人大幾百人選出來的 那個問題就是 又是選 又是委任 始終都不是代表香港人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 香港一些可能住內地好 住外地好 或者甚至是人大政協代表 在整個國際社會間 雖然你說它是代表了香港 但很多時也是代表著 代表著或 有一些是代表香港政府 有的就是代表自己 那麼你有幾個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覺得它能幫的手 但是香港政府 某些事情有時有기는 其實你以前有人 disse 要普選人大代表 當然我們的特區政府 肅頭餵美 何來會夠膽跟我們的中央政府說 所以 中國 香港 駐外地的機構實在不是很多 但是反而 內地駐香港的機構 人數 組織 龐大的程度 是可以是香港 在外地 人數的 可能幾百倍 甚至幾千倍 所出的糧 可能是 以香港人公務員那麽多的糧響 究竟是內地插手香港事務多 只是香港可以獨立的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多 如果你說 內地插手很正常 香港內地的一部份 何來 經常都說到 九七年經常說 香港人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沒有的 一向都 這些事不可信的 你信的 你十年後 看看可能四十年後 現在說五十年不變 時間還剩下三十六年 你看看三十六年後 你還是不是五十年不變 現在都已經有幾百人駐香港 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